大家好,我是华着 今天又准备出发去市场了 最近整个市场的行情都比较冷清 没什么货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市场行情 咱们这块呢就是一个 真实的很实际的一个市场拿货的一个过程 没有像别的博主那样有美女做剧本 这里就是让这美女留的喜来个吧 一批货里边满足我们要求的电池95左右 然后外观的话一个9899星 这种机子的不让流的话进市场瞬间就会没有的 像11系列的这些机子一批货里边百分之七八十 电池效率的话都是已经八十多 八十八九就是这样 这种存源的高电池效率的 基本上就占十分之一都占不到的 平时我们也是拿货的话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拿 所以说没有新货到的情况下拿货就不太好了 这也是缺货很久的12 Pro 128G 256G都有 今天市场也终于到了一点 咱们直接挑了一二十个吧 这只是一部分 充电次数有十几次到百十来次都有 这个拿货价格也会相差个五十一百米 外观的话都是一个九八九九星 电池效率的话也都是一百的电池效率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剧本可讲 就是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拿货的一个过程 每台机子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至于价格兄弟们应该都知道 从四月中旬以后稍微略涨那么一丢丢 这比四月份那会差不多拿货价格的话贵了五十代一百米 但是我们给兄弟们出货的价格基本上还是那样 没怎么涨 我把我们的利润就缩减了 这是一台13Pro128充电一次 绿色的 12Pro的时候一拿板 因为他从香港拿货里边有一台 我们顺便就拿下了 这台机子性价格挺高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